48. 《蘋果日報》 《財智語錄》 反彈浪過後的焦點 2015年7月20日投資 B05財智語錄陳永錄切短短兩週 已由低位反彈約2000點 但近日在不同飯局探古經時,發現筆小朋友未及重新建倉 希望大市再跌可以再買貨 之前已跟大家分析過 股市升跌主要由市場資金流向及情緒主導 我目前情況而言,港股已明顯入了強者手 而情緒上,散戶仍有如貴 這種情況仍對後市有利 自己亦有根證差門 F. 解目前客戶群的倉位 有幾個值得大家留意的現象 1. 要斬貓展的客人已斬得七七八八 目前入市的都市現金為主 而正差訪抗衡 A. 壓到亦偏緊 如此一來再斬貓子壓力有限 2. 今次大市由低位大幅反彈 之前走備不及的現金客戶 亦趁差不多平手或輸小當贏去減持倉位 希望從整期股及等跌再買 3. 部分散戶的棋子倉位偏向造淡 壞消息已消化上週五港股再升 是因為A. 估期只結算日急抽所致 但綜合常述錄好壽此個現象 反映目前投資者極為保守及虛脅 故我仍認為港股大幅急回機會很微 因為要令大市急跌 一定要有催化劑 官乎最有力量被這題發揮的三座大山稀債危機 美式上升及A. 股問題 都已逐步被市場消化 孤單有暫時難佔上風 大家或有疑問 目前內地經濟下行風險仍在 中資股吸引力大降 阿爺對A. 股的手段經向維穩而非要再來風一次 A. 股上升空間有限 那麼港股何來再有空間再上 我認為指數反彈自然水平未必會大升 但資金有機會轉戰於三線股 故大家的焦點不是指數而是個股 陳永禄獨立股評人